邓宏律师联合多位资深的美籍律师和专家顾问 受理各类联邦和加州刑事案件 20年来从保释到书庭辩所 为华人提供最专业的辩护服务 邓宏律师联合全美各地最知名的人体伤害诉讼律师事务所 受理重大车祸事故 各类人体伤亡事故的理赔业务 为客户争取最高的赔偿 邓宏律师事务所全力以赴 据理力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 在这一集我们要讨论一个 大家可能不常接触到 但是在我做22年的刑事律师经验里边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华人的毒品问题 毒品首先从它的种类开始 在我们华人社区大概有五大类的毒品 第一类是大麻 大麻不是在合法化了吗 其实大麻在1996年开始就有要用大麻的 到了2016年加州通过了64号提案 允许大麻作为休闲性的药物 就像抽烟一样 现在全美国有11个州将大麻合法化了 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 你必须是21岁以上 你种大麻最多是种6克自己用 在很多州 包括联邦政府 大麻还是属于毒品 所以很多纽约州的来到加州晚 以后回去的时候 口袋里边有大麻 变成持有大麻的联邦罪 很多来加州 华盛顿州 欧尔根州度假的抽了大麻 以后没想到开车回去的时候被抓了 吸大麻 所以大麻很多时候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大麻虽然是合法 但是危害非常深 留学生碰了大麻 麻架因为抽大麻而驾车被拦下来 这些罪名一旦是回到国内要再回美国的时候 被移民局发现 都可以拒绝入境 所以大麻现在越来越普及 百分之65的高中生跟大学生都有在抽大麻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指向 当然另外一类比大麻还更严重一点的 就是摇头碗 摇头碗像一个碗片一样 经常会在Rate Party 还有这些Club里面食用 这种的话 吃的为什么叫摇头碗 英文叫Astasy 吃了之后让你摇头刮脑的 让你很兴奋 但是兴奋之后 它有Visor Syndrome 会让你兴奋好几天 但是一旦是没有这个药的话 你会整天的无精打采过日子 所以这一类的话 给年轻人很大的一个打击 并且会不断的上瘾 第三类叫Ketamine 也叫摇脚碗 有很多时候的话 有很多Club里面 它使用的Speed Ice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Ketamine的一个系列 第四类海洛因 白粉 冰毒 Cocaine的话 这道名字叫Coke 这类的 我往往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吸进去 一个是打针 这些毒品 尤其是Cocaine 会让别人上瘾 丧失斗志 丧失 自控能力 一旦只没有这些毒品了 它整个人都荒废掉了 在过去两年 华安社区 也出现了很多这种管制药品 叫Oxycodone 这道上面叫OC 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开了之后 Oxycodone 然后也有一些是 从国内里面引进过来的 芬太尼 这些的话都让你兴奋 但是兴奋过后 往往的话就是情绪低落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毒品 慢慢的已经是 对我们下一代 尤其是年轻人 留学生带来了很多的冲击 让他们慢慢的依赖 靠着毒品来疏解压力 靠着毒品来打起精神求学 靠着毒品来维生 为什么的话 你不可能会跟家人 要钱买毒品 那贩毒的人的话 没问题啊 我给你20个pill 以后你卖出15个 那你就自己可以留5个吧 很多学生变成无犯了 做起生意来的 所以这个非常危险 当然在使用方面 毒品有严格的要求 第一类是你under inference 服用了这些毒品 有犯罪 第二类的话是你自己持有 你自己没有服用 但是你心体上面 口袋里边或者是家里边 宿舍里边有这个毒品 持有毒品也是有罪 第三类你出售毒品 你自己打了包包 有记账本 有秤 这种的话就是变成出售毒品 有意图出售毒品 量很大 以后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用 有第四种行为的话 就是制造毒品 或者是贩卖毒品 运送毒品 所以这些行为都是属于违法的 在毒品的辩护方法 往往是之中在三项 第一个的话是非法烧茶 警察往往在车上拦下来 所以的话 对很多大麻也好 摇头丸也好 他们往往是在车厢后面来的 所以律师往往就说 警察第一 你没有理由拦他下来 这个stop是非法的 没有合理的怀疑 第二个的话 警察你是没办法合法的烧茶 但是警察会说 我是Painville 一目了眼 看着他座位上面有毒品 所以我烧茶了 第三类里边就是公说公有理 他说我在车厢里边 他同意我烧茶的 警察往往用挑战方法 你怕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怕我烧茶 是不是有违禁品 你不同意的话 他同样他可以说你同意了 所以这种情形往往发生 所以最重要律师要challenge他的话 就是警察有没有合法的停下下来 有没有合法的拿到他的证据 那第二类辩护方法就是 你怎么证实这个毒品是当事人的 有的时候你开的车子是你朋友的车子 你朋友的车子后面是放什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 就算这车子是你本人的 有可能你在车子的话借给朋友 朋友去贩毒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检察官必须拿出证据来 证实你知道这是毒品 你知道是这存在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周立波特案件 他在废包里面的话 找到了毒品 找到了枪 他的辩护理由的话 就是说第一 你没办法搜查我 你当时Planville一目了言 你没办法看到的包里面就是违禁品 第二个的话 你打开来背包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第三个里面 就算我背包里面有钱 有枪 有毒品 但是你怎么证实是我的呢 是不是别人栽赃给我的呢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辩护理由 一层一层来排除 因为辩护 不需要证实你的清白 高明的辩护律师 是要创造reasonable doubt 合理的怀疑 有可能是这个 有可能是那个 所以陪审团 将来要判罚有罪没罪的话 他们往往看 这个警察 有没有合理的怀疑 是这个人所谓的 这个车上找到这个毒品 是不是有可能是他人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三个辩护理由 我们常常的话 会觉得的话 这个毒品里边的话 成分不一定是准确的 你虽然说anvitamin好了 ketamine好了 所以这些的话 一化验 原来就是面粉造成的 为什么 白粉 ketamine 摇头腕 这些药品 都是地下工厂中制造的 地下工厂有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一半的毒品 我们要求独立化验 出来结果的话 不是这回事 不是毒品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说的话 吸毒的人也好 贩毒的人也好 往往是买的都是假药 假的毒品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拿出证据来 你看看我们的化验的话 这个不是ketamine 不是oxicodin 是冒牌的东西 反而变成一个辩护理由了 当然 在这个过程之中 很重要一点 遇到毒品的案件 怎么解决 我们说90%的案件 都是认罪协商 你打配刑团 以后有可能 这个案子会撤销 但是也有可能被定罪 定罪起来 毒品的案件 会影响到你的自由 可以判坐牢 可以判影响到你的绿卡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律师找到很多辩护理由 警察的搜查有问题 警察没办法证实 这次毒品是跟当事人 有相关系的警察里边的话 里边的化验 结果有问题 这些理由之后 跟检察官说 又要去配刑团 我可以赢你的官司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跟检察官来谈 看有没有办法争取 一个diversion 这种的话 就是说 我们让他去戒毒 以后想办法 将案子撤销掉 在加州有一个叫POP26 36案提案的戒毒计划 如果你有毒品的问题 只要你16个月 一年半的时间 上一年半的课程 没有在 Testing dirty 意思就是说 没有再有吸毒的问题 这个案件可以完全撤销 所以很多时候 在这类案件 毒品案件 往往一旦只发生 是怎么样子利用这个案子 来改变民众 还有当事人的生活方式 利用戒毒的计划 来远离毒品 有一个吸毒养成的习惯 丢了工作 学业荒废了 或为了拿钱买毒品 会做违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解决 毒品的案件的话 一方面硬的来 想办法排除一些证据 另外一方面 远的来向法官求情 跟检察官谈判 让他知道 我们当事人是因为 有吸毒的问题 给他戒毒的课程 60%的美国人 经过36项提案 来戒毒都不成功 但是我们华人的案件 80%以上 都是非常成功的 主要也是家长 家人 朋友一起鼓励他 让他戒毒 让他远离毒品 所以很多时候 我常常说 一个坏事情发生了 不一定是坏事情 什么样子 赛翁司马 将这个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毒品的案件 就是这类案件 发生了问题 我们怎么样子 利用这个案件 律师会全力力争 想办法 不要让当事人坐牢 不要让当事人 有一个记录 可能会叼销 叼销绿卡 叼销身份的 但是在这同时 也要让他 远离毒品 不要继续下去 所以为什么 我做了22年的 刑事律师 我蛮高兴的 因为在很多时候 家长指挥不动了 不听 吸毒的人的话 他谁也不听的情况之下 往往我们律师会说 你听我的话 戒毒 你可能不会坐牢 但是你不听我的话 谁也救不了你 你可能会在牢里边 度过一辈子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都会听律师的建议 来戒毒 将自己的坏习惯改掉 谢谢大家收看 这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 请按赞 或者是分享 如果你想收看 更多邓宏说法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